这些是我们做过的手表里面 还有没有卖完的现货 已经不知不觉攒了这么多了 这个周末被问到的最多的两个问题 就是这个银色跟这个黑金 两个该怎么选 你们会选哪一个呢 今天咱们来聊聊AJ4啊 反正如果你不懂AJ 然后你想买一双 被所有人 尤其是喜欢AJ的人 都觉得你买的鞋很好看的话 那你就买AJ的四代吧 不管你觉得这双鞋贵了 定价高了定价低了 或者你入手的价格高了还是低了 但是如果假如你这个鞋没穿 一年之后它铁涨 而且涨幅应该还蛮大的 为什么这个名字叫做雷公呢 因为在1998年Skybox球星卡公司 有出过一个关于Jordan跟皮鹏的 一个限量的限定的卡片 然后其中这个卡片的图案 就是乔丹 然后周围一圈闪电包围着它 然后乔丹退役之后呢 也组建了自己的摩托车队 他们的车队的摩托的颜色呢 就是黑黄配色 基本上就是黄色的车身 然后有一些黑色的点缀 这个配色呢 2006年是一个套装形式 然后整个鞋子鞋面呢 就是这种脊皮的牛巴格材质 然后呢 其他的部分就全部都是 饱和度非常高 然后像景灯一样亮眼的这种黄色 包括两边标志性的鞋带扣 还有网眼的网格部分 后跟的话是采用了跳跳人的 这么一个logo 所以整个鞋子 其实辨识度非常非常的高 因为这个原因呢 所以AJ4被很多机车男孩 或者说操老爷们 就很喜欢 相呼应的呢 又出了另外一个红色的配色 这个呢 有人叫红雷 因为它跟那个雷公的颜色 黄雷比起来 它就直接换成了红雷 然后其他的话 其实配置上 鞋型上没有什么改变 然后颜色的话 选择是这个比较深 有点中国红 它虽然不是那个最经典的 战尔八景的元年的黑红 但是它也是这么一个黑红的配色 其实现在我买AJ4的话 会越买越大 之前的话会就正马正拍 因为AJ4本身这个鞋子 它是不偏马的 但是如果你当休闲鞋穿的话 它也只能当休闲鞋穿 如果你当休闲鞋穿的话 我是建议你往大半号到一号买 其实没差的 因为半号的话 也就只差零点五个 那接下来聊聊这个配色 就是UNC配色 大雪蓝配色 AJ它之前有出过PE版本 就是北卡配色 就是大家知道乔丹的母校 北卡大雪的最经典的配色 北卡蓝 就是这个颜色 然后那个鞋子的 因为是PE所以价格非常的夸张 可能几万块都不止 然后之后呢 你像Travis Scott有 之前前两年跟AJ4有做过一个联名 也是一个比这个颜色再深一点的蓝色 然后那个也的话也是呼声很高 那个鞋子还有一个蛮有意思的故事 就是我当时卖给一个观众 然后当时是2500块卖的 后来观众是全新的鞋子 但观众给我退回来了 原因就是因为他觉得这个GP有点脏 过了没多久 那个鞋子变成了五千 几皮啊 他这个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像这个小鞋也是全新的 但是他其实看起来有点旧旧的 就是这双鞋子 他很难保养 然后也怕湿水 所以这个鞋子如果穿的话 应该折就会比较快 然后如果你做过清洁的话 掉色也比较快 然后整个鞋子颜色的话就干净 他有点像白水泥的 他应该跟白水泥共用了很多零配件 比如说旁边这个鞋带扣 这里他是做了泼墨的设计 包括后面的这个 Jordan的飞人 旁边的灰色也是做了这样的有泼墨的效果 鞋舌处的这个tag呢 跟往以往的Jordan都做的不一样 然后是有做了这样一个侧边可以打开的这么一个鞋舌标志 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大家如果喜欢Jordan的话 你最好从始至终只喜欢一代 不要像我这么博爱什么都买 穿旧了一双Jordan又出一双新的 你就再买 然后慢慢慢慢你的鞋子 你就可以把四代 比如说近五年或者近十年发射鞋子凑齐 那个时候你就 你就是很屌了 虽然当时你买的时候 可能都是低于原价 凡事最怕坚持 架不住你只喜欢这一个颜色 然后一直买 然后慢慢你就成了一个四代的收藏家了 很多人说 哎呀AJ现在是不是倒闭了 鞋式崩塌了 然后很多鞋子都没人买了 其实我觉得吧 AJ从来就没有倒闭过 鞋式崩塌 不是鞋式崩塌 是消费者的口袋崩塌 阿迪没人买了 耐克没人买了 幸灾乐祸 其实反过来想想 没人买 有时候原因可能不在品牌方 不是产品力的问题 也就是 就是 AJ4是不会崩的 七八月份呢 也是每个品牌的销售单机 就运动品牌 品牌方都会备货准备秋冬 因为秋冬的课单价高 然后利润也高 所以一般到夏天 就短袖短裤 品牌方也不赚钱 所以就是 很正常的事情 一发售 我就第一时间入了 就是这个白绿配色的 耐克自家联名 Dunk SB 跟Jordan的一个 自家两个team的一个联名 然后 首先的话 颜色当然不用说 非常的好看 我到现在都不太舍得穿 也是因为 其实北方的兄弟们 你们买鞋买了AJ 一定要穿 因为南方真的是 顶不住这天气 穿这种鞋子 我之前呢 给大家拍了 很多很多 Dunk SB的历史 他能把这个后跟 给你开个膜 给你换一个 Nike SB的后跟 如果他后面 不再出跟 SB的联名的话 那这个模具 就只供这一款鞋 一个配色用 其实还是算奢侈 有一点点泛黄 然后他鞋头的话 又做了像滑板鞋的 那种鞋头一样的 特殊材质 像金底 其实对于90年代的人 或者80年代的人来说 还是记忆蛮深刻的 因为那个时候的 很多运动鞋 都是用的这种 牛精底 不管是双新 还是什么飞跃 还是很多品牌 可能下次穿 又不知道啥时候 等一个机缘巧合吧 这个呢 是AJ4的 跟大巴黎 巴黎圣日尔曼 法国豪门球队的 这么一个联名的配色 然后整个鞋子 除了白色的部分呢 大部分都用了 这种波尔多红的颜色 也是非常的经典和高贵 这种暗紫色的颜色的话 看起来就是 这个颜色在Jordan其他的鞋子上 非常少用 觉得白色配一个 其他颜色的点缀 是AJ4比较经典和好看的 这么一个配色方案 你包括鞋子的侧面 这边有一个小tag 这是一个巴黎的别名 包括后跟的话 也是有一个特殊的logo点缀 全鞋真皮的材质 这个手捏一下 这个纹理的效果清晰可见 皮质的纹理 还是摸起来的柔软度 都会比这一双白色的 其实要好很多 经典的东西就是在于 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 它可能已经没了 413的很多表扬 很多观众看了买家秀 说还有没有了 我说没了 我说你都问了这么多次了 为什么早点买 他说一开始不喜欢 后来越看越喜欢 或者看到别人拍的照 感觉很喜欢 然后但是就没有了 不补货 就像这个联名一样 这种鞋子的话 是会复刻 但是联名的鞋子的话 就是市面上的鞋子 就是卖一双少一双 也比这个GP 比一下 其实好很多 出叠照的时候 我就很有兴趣 但是见到失误之后 直接拔草 因为这双鞋子 它其实这个紫色 很像是 Travel Scott 那个亲友限定 可能市场价 40万的那双鞋子的皮质 甚至比那个皮用的更好 因为那个用的是 New Buck材质 这个的话是 战尔巴吉的真鸡皮 就是它的绒毛很长 整个鞋子 都是这种长绒毛的鸡皮 所以其实用料是更好 鞋带扣 也是用这种 泼墨的墨绿色的材质 包括它的 这边 这个耐克 有点太调色盘了吧 随便换个颜色 讲讲故事 就能割韭菜 确实 当然我觉得 如果真说调色盘 New Balance 还是真调色盘 那真是 一个990 能出无数个配色 让你买都买不完 对于一个品牌来说 它能塑造一个 经典的鞋型 是多重要 一旦这个鞋型 塑造成功了 就换配色 换皮 然后联名 就完事了 就是源源不断的 可以出新款 这个鞋子 其实是一个女鞋来的 它不是男 所以就是说 男同志们 如果逛乔丹店的话 可以往女鞋去逛一逛 因为有时候 男鞋去跟女鞋去 还不在同一层 女鞋的大马 都能出到很大 好像出到男鞋44码 以上几双 其实我还有两双 AJ4 一个是被 前院工给偷了 偷了我两双 还有一个呢 就是时间太久 老化了 这边 就顺便讲一下 AJ4可能有一个通病 就是这个橡胶老化 因为它是靠线 跟这个鞋面 连接在一起的 所以这个橡胶 如果长久 长久不穿的话 你如果一拉鞋 在这边会崩掉 所以我建议你穿AJ4的话 就整个上面的鞋带 就调松一点 就尽量就每次鞋带 就不要再系紧它 或者再松开它 就叫什么 木桶效应 就你一个团队的能力 或者说你一个团队 未来能走多高 是取决于 那个最弱的那个人 他到底有多强 懂我意思吗 就是如果他很弱的话 你们这个团队 不会太强的 如果你想看更多 关于球鞋的东西的话 可以订阅我的频道